我們再聽一下 嚴小姐不是弱女的電話 你好 你好 不好意思 我和Fanning都是姓嚴 兩個人 兩個人 我是阿K 另一個是嚴小姐 我還以為Fanning打來 不是 我們兩個都姓嚴 雖然我都是朋友 是這樣的 因為我都是義工 本來我有些心聲想和大家分享 好啊 你說吧 是這樣的 我覺得自從我參加了五區公投的義工之後 這麼久 雖然受過很多不開心的事件 包括我只被人打 和被人丟到元朗投票 不開心的事件之外 但是我遲了給我再選多次 我選十次我都會再去做義工 謝謝你 因為我自己覺得得到三樣東西 第一樣東西就是 我得到一個很好的經驗 第二樣東西我認識到一把好好好 比認識了十幾年的兄弟 真的 這些兄弟真的很難得 第三樣東西是最重要的 我學到一個人的良心 要擺在哪裏 這件事真的最重要 即是將來我們做事 真的要對得住自己 對得住別人 不是說我有利益就大了 不可以這樣做人 尤其是我們搞這個五區公投運動 沒有利益的 又要被人打壓 被人抹黑 我們有些義工 是被人吐口水派彈將的時候 是吧 陳小姐都有 被人拔手拔腳 甚麼都有 你明白嗎 要受很多這些委屈 各樣 但是我們很公平聽到你說 再十次你都做的了 這個義工 是吧 還有你那個得著 我覺得講出很多人的心性 因為有些年輕人都是跟我這樣說的 他又調轉來安慰我 翁敏你不用擔心啊 你不用 見到只有五十多萬人出來投票 你覺得不開心啊 他說我們已經做了 我們應該做的事 翁敏我們這幾天都開始想 即是我們會出書 其實找一些年輕義工 找十幾二十個人寫一篇 寫一篇書都好 都可以的 好啊 我們再想想 看看誰有興趣寫東西的 聯絡我 我跟台長 我跟台長研究一下 還有甚麼要說 看哪些書都好 翁敏大教 你們兩個不要 真的不開心 其實我們 沒有不開心 甚麼不開心 沒有不開心 因為我們現在 那幫兄弟 還是不單止被解散 反而是更加 再組合在一起 我們遲些會約你們談的 我跟翁敏都在研究一連串的計劃工作 等我們的辦事處鞏固之後 我們會開球的了 好啊 所以你留下你的資訊 我們會約大家見面 即是我們會聊聊天 或者搞活動的了 你放心 我們不會被人散的 OK 好啊 我們會大家支持你 加油加油兩晚 加油 謝謝 拜拜 年輕人叫我們加油 翁敏 你感動啊 那些年輕人叫我 我常常在街上 都是年輕人叫我加油的 大哥 那些老人家叫我去死 哈哈 那些年輕人叫我加油的 我和我女兒談電話 都是急來過的 我女兒談完電話 她說爸爸加油 我在前兩天 連續兩天 我們有些義工聚餐 我都說 其實我們不會說 不肯承認失敗 有些人說我們不肯承認失敗 我是說得著的 在這個五區公投運動裡面 所以我說了幾件事 第一個得著 這是一個教育 這是一個全民教育 是吧 第二個得著 這是一個青年運動 是最多青年人參與的 是吧 這個已經是得著 你不要先說成敗 這個得著 你就算批評我們 罵我們的人 內心 都很佩服我們 我現在告訴你 是吧 這班年輕人 你不要小看他們 是吧 那個活動的能力 和他們對這件事的看法 那種正確 是吧 這是一個青年運動 這是一個全民教育 這是對於社民年來說 是一個很好的試練 是吧 我們今年搞這個補選 明年我們要有區議會選舉 後年有立法會選舉 是吧 對於社民年來說 是一個試練 對於社民年來說 亦都是我們做了應該做的事 我們有份去創造歷史 大佬 在歷史上 就是 社民年 倡議這個五區公投 而且還可以成事 歷史會還我們一個公道 還有最重要就是 在各方打壓 包括中共中央政府 香港政府 和香港的保皇派 保皇狗 包括泛民不少的勢力在內 都是打壓這個公投 就是社民年可以在 這麼多方面的全面打壓之下 以這麼少的力量 這麼少的資源 可以啟動到公投 還有完成這個公投 就是公投的保選運動 這個對很多社民年 所以即使有些主流媒體 包括這些 東周刊 在這裡又說 得到這個社民年核心 爆內幕 不知道誰這麼厚多 說兩句 然後他又寫一篇 然後我們跟公民黨 馬俠神 你九十幾樣 但我必須在這裡 很清楚告訴大家 如果沒有公民黨 這個五區公投 是沒有辦法成功的 沒有辦法成功的 所以我們對公民黨的參與 是衷心感激的 所以在我們整個 五區公投運動 推行的期間 大家對一些文宣 或者策略上面 有不同的意見 我們都是盡量引揚 就是這個意思 很清晰的 到今時今日 你余若薇 可以代表五區公投 聯委會 和曾蔭權辯論 這些我們都樂觀其成 我們不會因為 為何你找楊明不找黃毓民 不找陶坤 我們不會這樣 我該給楊明跟他說 喂 他說只是代表公民黨 我說如果 你代表我社民聯 我說我不介意 我們都沒有所謂 在這裏很清楚 告訴大家 即使我們將來 和公民黨未必 會有一些很緊密的合作 是吧 或者完了五區公投之後 他們現在 他們的重點 就是講這個 余若薇的辯論 是吧 但是 在議會裏面 我們對政改方案 那個否決 那個立場 也是一致的 是吧 將來也有些 合作空間 或者合作沒有那麼緊密 都沒有所謂 是吧 反而現在民主黨 就真的是 就是視我們餘購囚 特別是那班 即是準備投降那一群 或者已經投降那些 看到我們都另一面了 因為如果沒有社民聯 他們怎麼會這麼醜怪呢 他們就繼續吃他的安樂茶飯 是不是 繼續過他的太平日子 民主就是一個口號 繼續叫 是不是 接著就繼續在這裏 就是仕途主義 這些就是 繼續在立法會裏 是不是 就是 就是 繼續在這裏 就是過日神 就是這樣 沒有寫文聯 多好啊 是不是 沒有寫文聯 他們多舒服啊 當然當你寫文聯 壽人啊